2018年过去了,我终于到达了40岁,并写下了在40岁到来这一天,其实时间永远分叉,通往无限的未来。 这一年我飞往了11个地方,和大家相聚,把趁早学院带往全国。 我知道,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很早就找到了自己愿意为之沉迷的事物,很早就搞清楚了自己20岁想成为怎样的人。 30岁想成为怎样的人,40岁想成为怎样的人,并为了成为想成为的人,将具体计划落实到每一年,每一月,每一周,每一天,每一小时,每半小时,从不挥霍滥用自己的时间。 很多读者到现在给我写邮件啊,私信啊,说他们在校律手册里这几年写了什么愿望,真的实现了各种各样的愿望,很有意思。 但我们最大的问题往往是,为了活在未来,却把此刻错过了。 但是真正的人生,它不就在此时此刻吗? 我们过去努力,是为了此刻,但我们却又不敢享用此刻。 我们感到这是一个悖论,我们因此而困惑,因此而不快乐。 人生是许多的时刻连接起来的,快乐时刻要多一些,再多一些。 快乐时快乐,担心暴露年龄是多余的。 你的容貌和身材,就是你的年龄,你随时随地都在主动暴露。 我喜欢游泳啊,有一千里可以专心想一件事,也不用变化花样。 就出来觉得还是健身了,然后又思考。 旅行是快乐,去了解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不同的活法,而你可以选择任意一种。 我家人相聚是快乐。 享受和他们在一起的每一分,每一秒。 当然,一定要找到你毕生挚爱的事,更多地到达心流时间,享受当下,也见着未来。 看起来的,不够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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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问我,我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子。 我想说,此时此刻,就是我的理想生活。 明天。 身边有必要的,不够。 你可以找到你误会。 明天。 你怎么能找到他? 你怎么能找到你。